我们好像被绑起来了 被做实验了 我们 我们刚才睡觉的时候 好像回想起了一些事情 那应该是我们被抓过去 做实验时候的一些记忆吧 然后突然想起来了 我们得去问一下汉堡小哥 那我们今天就要去打 那个头弹甲虫了 像我们平常发射弓的话 就是按一下这样子发射对吧 对 每次发射完之后 后面还有个拔键的动作 按表情包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拔键的动作给取消了 就会快很多 还在摇呢 然后我就把这个按表情包的键设置在楼 我的鼠标侧键就会超级快啊 就这样子 我的天哪 简直起飞 那我们现在不是无敌了吗 可以很强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头弹甲虫的麻烦吧 来咯来咯 臭虫 臭虫我现在不怕它了 我现在有那个 不过这不是很好瞄准 放屁了 赶紧走 搞定 nice 获得了它身体的部位 以及一个气囊 这后面肯定是有用的 先不管它了 我们先去把那个头弹甲虫给解决了 那边好多蚊子哦 等一下我头上是什么东西 来了 来了 来了老爹 臭小子 哦它攻击速度很快 我们拿刀砍 近身砍它 这是一只母蚊子 它会吸血 臭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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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路杀过来 然后传说中的头弹甲虫呢 哎我的天 我跳到这个牛奶上看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个牛奶里面进去 哇 这里面也是一个安家的好地方 庇护所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似乎并没有 外面有什么生物 喂 你说到哪里去啊 哦我看到了在这里 不过好不好打 你这个打不赢它吗 哦它射不上来没事 你来啊 中门对决 使出我的连招 哦体力不支了 体力不支了 哎难受 它们躲在那个石头下面了 我们去 其他地方吧 跟它们对决 这次先给它解决掉 走一下位 漂亮 一只 你这样没意思啊兄弟 最后一下漂亮 两只头弹甲虫搞定 那我们这边呢 总算是拿到了升级的装备了 我们就回去吧 哎算了 从这边走吧 这边全是这个蜘蛛啊 对了 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个梦吗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汉堡小哥是怎么回事吧 解梦大师汉堡小哥你在吗 吃饭了吗 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哦 缩小的设备 博士有一个 博士以前上班的公司呢 也是有一个的 博士走之后呢 他们还在做那个研究 所以我们是被那个公司缩小的 被他们当做实验品了 所以又是一个关于反抗公司的故事啊 什么 有这种事 走喽 回家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网页吧 蜘蛛的口气 可以做蚊子钉刺 应该是一把武器吧 蚊子钉刺 我们直接可以做了 哇 攻击速度很快 攻击力还行 哎 他有生命偷去耶 我的天 哇 好东西 先给他做了 昆虫斧 昆虫斧还需要瓢虫的头 行吧 这个锤子呢 也是要春象的部位 我们还得去杀一只瓢虫 我们拿上这把 哦 这个感觉就很帅耶 就感觉吸烟剑一样 找瓢虫去喽 试一下我们的蚊子钉到底厉不厉害 哎 找到了 臭瓢虫 在这呢 先恢复一下体力 摸过去 搓他的脚 嘿 嘿 不过 不过 我们是有回旋吗 是有回旋 这个攻击速度很快 可以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吗 这个方法不行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弓箭了 近战武器还是不行的 瓢虫看起来好可怜哦 他就是一只圆圆的 看起来又很可爱哦 打他总是有点余心不忍啊 用这把武器都不怎么掉血 我的血量有在慢慢的吸上去 下面一条白色的就是吸上来的血量 给我抱个头吧 我以后就不打你了 哦 有了 瓢虫头 回家回家 nice 制作 来看一下我们的二级斧长啥样 嘿 二级斧感觉有分力一点 那我们总算是有二级斧了 二级斧可以干嘛的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想好了 我先睡八个小时先 好的 一觉睡醒 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是先吃饱 对 先吃饱喝足了 然后呢 我们是要去到这里 我们要去捡那个乌鸦羽毛 乌鸦羽毛很厉害啊 可以做一把弩 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连击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诸葛年乳了 它的伤害会比这个高很多了 很厉害很厉害 但是乌鸦的羽毛呢 是需要二级的斧头才可以采集的 所以我们之前就一直在做这个斧头嘛 到了到了这个地方 呃这里 没有羽毛耶 我们再去附近找一下看看 可恶 绕了一圈 还是没有看到乌鸦的羽毛耶 呃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制高点 爬到了这个围墙的上面 来这上面观察一下吧 我记得这个神秘机器附近 好像也是有羽毛的 有时候有看到的 怎么会没有呢 哎 要找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了 哎 这边有一根 这边有一根 我的天哪 找了好久啊 总算是找到你了 哦 下来了 好大的羽毛啊 总算是有羽毛了 我们 不知道这一根羽毛够不够 我们先砍一下 哦 有了有了 掉了好多啊 那我们去分析一下吧 来 让我们分析分析 乌鸦的羽毛 可以做好多哦 射手帽 乌鸦 乌鸦 羽毛剑 都是跟远程武器有关的 我又升级了 升级之后 解锁了香肠炸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都需要什么材料 乌鸦 哎呦 六个 生气哦 找了半天才找了一个 那射手帽呢 射手帽是给我们弓箭 增加暴击精力充沛 还不错 射手帽也需要五个才行 所以我需要十一个 不行 今天我不凑齐羽毛 我不回家了 明天 已经第二天了 我再次来到这边 还是不给我刷 你够狠 嘿 哎 有了有了有了 我的天哪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说你了 哦 他来了 总算是见到你了 他这个屁股 再掉一根给我吧 嘿 不过那也够我做我的 怎么就一个啊 你真是够抠的 我 你小子 你小子 太生气了 射他的屁股 哎 我一走上来 他怎么 哦 他 他跑到树上去了 我们就在这边观察他 会不会钓羽毛 臭小子 再给他屁股来一件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 我们就在这里暗中观察他 他想干嘛 想拉屎吗 你是来拉屎的吧 看他会不会飞走了 飞走的时候会不会再掉一根羽毛下来 现在一直都没有 我是不是看着他 他不好意思掉啊 哎 他走了 他去哪里了 哦 他是去房子上面了 我们上不去 所以这下面会有给我们多一根羽毛吗 然后并没有 什么屁都没有 真是太恶心了 呃 不过算了吧 我们已经够了 已经够做我们的弩了 随便他吧 到家了 来 做一下我们的乌鸦弩制作 来看一下我们的乌鸦弩 感觉蛮厉害的 射一箭看看 哦 他就是后摇比较慢了 如何配合上我们的这个的话 哦 无敌 哦太累了 这么累还在那边摇呢 我们试一下满状态能射多快啊 哦 怎么只能射几发箭啊 我现在耐力太少了 不过他这个伤害啊 跟这个比 我的天哪高很多 哎 nice 走 我们来拿蓝猪实验一下 我们先来用 我们先来用这个弓 1 2 3 4 5箭 5箭能打掉他一格血 这把呢 1 2 3 3发箭差不多了 就能打掉一格血 伤害是有高 但是这个耐力 只能射4箭哎 我耐力就见底了 这 感觉不太对啊 我这一款耐力可以射很久啊 这么说起来 我还是觉得我这把昆虫弓会好用一点 我们来打一下小蜜蜂看 小蜜蜂 哦 直接4 5箭就能打掉一只小蜜蜂哎 小蜜蜂太可怜了 这个伤害是高 但是哎 还是耐力的问题了 说白了 哎 行吧 那我们本期实况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还是得去研究研究了 我觉得不应该啊 他为什么耐力会消耗那么多啊 这一期也就搞了一个这个东西嘛 这个弩不适合特别满意现在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点赞关注 拜拜了 大家